這個就是泰國國王 就是泰國國王 據說這好像是在國外的機場 他喜歡穿垮褲 方老師你在笑什麼 露出那個骨溝出來 故意的 然後他平常 這個是你看這個牛仔褲是藍色 這是黑色的牛仔褲 他平常就這樣穿 然後就穿這樣 先請教一下創下 批評泰國皇室是要復刑者 他們有一個叫做侮辱皇室罪 所以侮辱皇室罪的話就非常嚴重 然後甚至於有很多像我們侮辱了 如果經過他的海關的時候 都可以因為如果他們找到證據 都可以把我們扣起來 所以他們是一個最高的罪 罪無可赦 但是為什麼他們這次會弄到 這個狀況 是因為他們前國王 普美龍 基本上這麼長期 而且他確確實實 基本上是全世界據說是最有錢的人 因為他們財產從來沒公布 但是可能是最有錢的人 但是基本上他還跟人民站在一起 而現在這個新王 就是這個疫情期間 讓泰國人快受不了了 受不了是什麼 第一個當人民有難的時候 你作為最高的精神領袖 你應該留在這邊撫慰他們 結果不是 他怕有疫情 就做專機還包了一個最高級的旅館 城堡級的跑到德國去那邊過日子 然後跑到德國去那邊過日子 然後跑到德國去那邊過日子就算了 還帶了兩百多個 是隨從 兵飛 通通都過去了 通通過去之後 在那邊過得非常的誇張 所以上次連梅克爾都受不了 梅克爾都說出來講話說 這個東西要處理一下 在那邊過日子完全不甩人民就算了 然後後面還有公鬥劇 公鬥劇是什麼 他以前的那個在王妃時候 他還當太子的時候 那個王妃已經廢了 又娶一個新的王妃 然後娶一個新的王妃以後 又打破紀錄又立了一個 據說他把他封為是 本來是侍衛變成女妃官 還是將軍這個王妃 而這個王妃取上來之後 他們就覺得已經很誇張了 然後一下就廢妃 廢妃的原因是說 有兩個說法 一個是說有外遇 另外一個說這個新的三十五歲 這個王妃 就是那個嫔妃 是什麼樣 是因為他心存不盡 他想要搶王妃的位置 搶皇妃的位置 把他關起來之後 後面他就關著坐牢 坐牢之後 他時間到了出獄了 包專機 又從泰國把他送到德國去 然後你就看到剛剛那個畫面 這個泰王親自去接 然後老百姓都不管 親自去接 然後接的時候 那個王妃穿的是一個吊搭背心 國王也穿這個樣子 然後還拍出來 然後還穿那個非常緊的牛仔褲 然後老百姓看了說 這個叫做國王嗎 你叫我怎麼去尊敬他 所以他們開始大學生就利用這個 越看越不舒服 然後就起來了 就三隻手指 擺是他們對於國王的憤怒 當然也跟他們軍政府 因為他們以前的時候 他們本來是民主的 但是現在後面幾次下來 又變成軍政府在組織 而軍政府裡面對老百姓的很多權益 和受限制 所以他們現在就是因為泰皇這個事情 所以他們希望改革泰皇 其實就是希望整個泰國 能夠更現代化一點 他一年他們的支出超過八十一 非常誇張 然後有一個英國的記者 有一個英國的記者曾經取得現在這個國王的2016年的一個其中一個五個月的帳單 發現他五個月就花三千多萬臺幣 三千多萬臺幣怎麼概念呢 就是他一個月花六百多萬 他一天花二十萬 這只是他住宿的費用而已 還沒有包括他照顧這些嫔妃的費用 如果全部加起來的話 這真的是不得了 剛剛創作家哥講他去德國去那個躲疫情 他帶了二十個嫔妃 還把那個嫔妃取名字叫做 還有加上一大堆的水仇 然後把嫔妃取名字叫做姓戰士 他說他還沒有很得意說一戰二十 一戰二十 所以大家怎麼受得了 然後還有一件大家受不了 你已經汙辱黃絲了 你不要去轉機 我真的建議你 那個節目幫他馬賽克一下 名字飄用出來 這不是我掰的 這是你不要去泰國 公開的資訊 你不要去轉機 能夠引渡條款 然後再來就是講說 大家為什麼受不了 以前剛剛創作家有講 泰國有一個叫做冒犯君主罪 你不可以隨便罵國王 你罵的時候最高可以判十五年 所以大家都不太幹評論黃氏的事情 但這次實在受不了 為什麼 因為本來泰國的很多財產 是在黃氏本來沒有自己所有權 他是有一個皇家財產區 就是說要錢的話 這個還是掌控在國家手裡 但他現在皇家財產區 在二零一八年直接把財產 直接移交給這個國王 那個財產有多少呢 有四百億的美金 就大概一兆多台幣 一兆兩千億 對 而且他的資產還有事業 包括就是在曼谷的一個黃金地段 那個是皇家的財產 而且土地還沒算 他的土地從曼谷到清邁 清邁之間有一大堆 原資講這個 我講嚴肅一點 就是說在泰國現在 你不要說批評 像他們有一個去參加集會遊行 那我只要認為你有下到黃氏的車輛 無期徒刑 所以我們是所謂第三者 我們是外國人 那他在要接任之前 其實泰國有另外一批人 擁戴的是他的妹妹 他妹妹比較受到愛打 他妹妹是一個大學的教授 然後做慈善 然後就看起來就是一般人 所以他妹妹的聲望高 那個時候兩邊在競爭 所以這一次的泰國的抗爭 除了有軍政府總理要下台以外 也隱以約約隱藏的認為 我們中文講德不配位 就是說他們認為泰皇 應該不分男女 所以這裡面有一些很結構性 比方說你躲避疫情 怎麼會躲到德國 德國比泰國嚴重 那其實在避暑 怕老了 跑去那三個月 花幾千萬了 那這一批泰國的大學生 不像上一代 對泰皇尊為神聖的那種 觀念沒那麼重 可是他們這一代可能會付出的 如果軍政府一念之間 通通用重判重罰就麻煩了 問一下範老師 其實這個他是穿著涼鞋 仔細看我才知道他穿涼鞋 對對對 然後他這裡有刺青 我以為是袖套 對 然後你看他旁邊跟他經理人都穿著西裝 很正式的服裝 那一定是他們那個 因為他做泰國航空的皇家航空的專機 所以你看他光是費來費用 油料費要多少錢 那你覺得他的審美觀怎麼樣 蠻奇特的 我不知道 我一般人要穿那樣都很難上街頭 更不要講是一國之君 他那時候其實應該還是雛君 那你都穿那個 那你敢不敢這樣穿 我不敢我身材 而且我覺得他也不像說 好像身材很好 夫妻很多也沒有 所以我也不知道他在炫耀 這個也要馬賽克一下 他在炫耀 他在炫耀